在万物中找到他 第七日 分分钟需要你 一个星期前 在备正开始的时候 曾经问过大家一个问题 你渴望在万物中找到天主吗? 不知道大家的答案是什么呢? 如果大家一直 伴随着这个备正的话 相信大家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但是不知道 当你想起这个备正主题 在万物中找到他的时候 你的脑又会想起什么呢? 你的心情又会有什么反应呢? 相信你都会同意 如果你可以在万物中找到你的最爱 可能这个最爱 就是你最喜欢吃的食物 或者是令到你有安全感的金钱 嗯 还有就是令到你心里满足的快乐 或者令到你充满自信的成就 嗯 最重要的可能是令你着弱兴奋的情人 那么这个世界 会是多么美好呢? 记起林子祥一首经典的歌曲 《分分钟需要你》 它里面的歌词是这样写的 有料你开心点 什么都清晨满意 咸鱼白菜也很好吃 我与你永共追 分分钟需要你 你似是阳光空气 在万物中找到他 不是都是与这首歌所形容的相似吗? 我们所期待见到的他 或者是歌词里面所说的你 不是可以替代我们生命里面 似乎更加重要的东西吗? 与这个你 一起共享的时候 不是眼前吃些什么 穿些什么 都不再那么重要了吗? 而为我们来说 不是当我们有了主 这个我们生命里面的你的时候 就应该好像 获得生命里面的阳光空气 那么重要吗? 在这样的一个时空里面 就算爱在环境 发生了什么问题 如果在你眼前 经常都会见到你最爱的人 或者是事物 那是不是 其他一切的不如意 都可以不再计较了? 是否很浪漫呢? 有没有想过跟天主在一起 其实都可以这么浪漫的? 浪漫到可以为他做傻事 就好像天主为我们做了最傻的事一样 我们会不会从这一个角度去看 去经验我们的天主呢? 我们可不可以跟天主相相对呢? 可不可以在生活里面 哄天主开心呢? 为天主做傻子傻女 我们可以吗? 如果我们跟天主有这份浪漫的关系的话 在万物中走到他 不会是我们最期待 和最想穷一生达到的目标吗? 如果我们跟天主 真的有这份浪漫关系的话 我们真的不愿意失去了他 而是会用尽我们的方法 去争取他 爱惜他 保留他 幸运的是 天主和我们生命里面 其他的最爱 最大的不同 就是 如果我们愿意的话 我们是永远都不会失去他 所以 我们不应该做个假的主 对这个假的木偶 做戏 来取代这个 一次而永远 我们这一生 和永生的真命天子 一个我们可以信任 依靠 一个真正的 最爱 活到一千岁 到一半三醉 由你在身边多乐趣 你曾经有这样一个经验 就是当你找到自己最爱的人 或者是事物的时候 之前一些重要的东西 也变得没那么重要 那一刻的感觉 是怎样的 因为圣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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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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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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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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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